你不想去 你要相信 她不是故意的 不要欺恨她 她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提她说话 不管怎么说 我和她永远都是一家人 前面是我的母校 陪我去走走 其实我的初恋 一段七年的感情 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我们知道 就是够的 下面是一段感情 这段感情告诉你 十月这段感情实在让我太难堪 太痛苦了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和他在一起的那七年 单纯 美好 我们相约共赴一场裸婚 在这婚礼当天 我家急需五十万 他拿不出来 碍于面子 就带着我的伴娘走了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 我所有的感情 青春 希望 全都没了 我清楚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你的家境好 我理解 毕竟我宁心 有着那样的过去 他们一定都认为 宁心他一定是受了刺激 所以一定要找个有钱的人 但是单桥 他们并不知道 我们在这些年的聊天当中 已经产生了美好的感情 我觉得 我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人 你和我都上进 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 单桥 我相信 我们是可以携手 共赌一生的人 当然 我今天说这些 不希望带给你什么压力 我只是希望你了解真实的宁心 单桥 我真心希望 你早日忘掉 那个虚幻的红小豆 接受我这个真实的宁心 我回来了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照烧鸡 吃点吧 吃点吧 工作没找到 别着急 慢慢找呗 大不了 就去我那儿 给我当老板娘 好吗 走 跟我去个地方 走 跟我去个地方 浩子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走 我今天带你来这儿就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你发泄 从现在开始 你就把我当成赵丹桥 你对她有多大怨恨 你就有多大脚打我 因为女人吧 心里千万不能有怨恨 有了怨恨就不漂亮 所以 对我 千万不要犀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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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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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夏 没想到你还挺能打呀 但是没关系 今天来就是让你发泄的 你如果没有觉得发泄够 你尽管打 浩子 谢谢 还记不记得小时候 我们家附近也有个这样的小红的 你那时候总带着志远一起过呢 我记得 那个时候我姐老跟我们一起玩 还老想我求千 所以说三岁看大老 你姐从小都八道 不过大家都喜欢她 谁说的 我只喜欢你 别闹了 谢谢你安慰我 不过呢 从小到大 我姐都是家里的中心 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都是她先跳 我都习惯了 而且她确实比我优秀 比我漂亮 比我聪明 她值得拥有一份完美的爱情 然后顺利地步入婚礼的殿堂 还记得这个吗 还记得这个吗 这个不是我刚中送的那个 你亲手做的 说是保佑我 逢口必胜 说实话啊 效果不怎么样 所以说 不论你是不是完美 总有人在乎你 在乎于你之间的情感 每一个灰姑娘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脑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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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来陆四爷 嗯 你最近过得好吗 不太好 我找工作呢 我听说赵总在旅游界下了封杀令 唉 你工作很难找吧 那怎么办呢 反正天无觉人之路 大表感 哎 对了 我朋友刚刚开了一个小的旅游公司 但是是刚刚成立的 有点像闻事故 嗯 要不要去试试啊 行了 行 我去我去 谢谢你 要不去 别客气 上 董事长 丹桥的行程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周四派宁兴去香港 酒店航班都给他安排妥当 是 都是这儿 你好 请问袁经理在吗 哎 我是 你是 哦 呃 您好 我是宁夏 是Lucy介绍过来的 哦 Lucy向我介绍过你 我们这个部门啊 刚开没多久 所以这周边啊 都是新开发的楼盘 所以呢 这些啊 都是我们潜在的客户群体 我呢 跟那个旅行社啊 代理了很多产品 我们不能啊 老是在这个门事部里待着 万事开头难 我们啊 要多出去 广发这个宣传单 哦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发传单吗 对 宁小姐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这个部门啊 现在状况呢 也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开给你的薪资啊 也不会很高 所以呢 如果说有单子进来 我呀 会给你一定的提成 您看行不行 没问题 那我现在就去发传单了 行 好 加油 谢谢你 谢谢 没事 去吧 你好 你好 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吧 哎 先生 先生 您看一下 我们这个旅游项目 还挺好的 哎 先生 您看一下吧 谢谢啊 来 先生 先生 来 您看一下我们这个旅 哎 您 您能够拿一下吧 谢谢 喂 叔叔 小夏 怎么样 最近忙吗 你新的工作找到了吗 我找到了 今天第一天上班 小夏 你好久没有回来了 前两天是你的生日 都没给你过呀 谢谢叔叔 生日的话就不用过了 哎 那你也得回来呀 如果外面住的不习惯 就搬回来住 啊 跟以前一样 和馨儿挤一个屋 喂 喂 听不见吗 没事没事 要是我有时间的话 就回来 好 那你自己在外面注意啊 爸 好长时间不回来了 我们都想你 行 我知道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您面试 好 哎 哎 哎 小夏多久没回来了 出院以后就没有回来过 真的挺想她 对啊 她工作那么忙 总在外面吃盒饭 得让她回家吃顿好吃的 要不营养跟不上 我们一家在 好久没有在一块儿了 孩子们都忙了 哎 这个孩子 就是倔脾气 交不出房租 这么大的事 也不跟我们说 那至少 跟馨儿说吧 如果人家知道了 都要冲我们的节目呢 是啊 你别看这个孩子 平时嘻嘻哈哈 其实心中了呢 哎 小夏的那个生日错过了吧 要不啊 咱们给他补够 哎 这是个好处 到时候我请客 你请客 你哪来的钱呢 我没钱 这钱不是都交给你了吗 死老头 真是只老狐狸啊 快把钱交出来 这个私放钱藏到哪儿了 没钱 哪有钱 嘿嘿 你别走 哎呀 哪有钱 钱拿来 给我快 给我看 喂 赵总 明天去香港 是下午三点的航班 早上我和李师傅 一起来接你 到了香港以后呢 帮人说的小美会来接机 好 我把着导致 终繁炭 杂安 召唤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搬走了 不好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总 箱子给我吧 谢谢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赵总 咱快出发吧 好 赵总 到了香港以后呢 半日出的小美会来接机 然后我就直接去见蒋先生 一直都是阿美接机 有必要啰嗦一遍吗 露西 最近宁夏在干什么 你跟她有联系吗 宁夏 您不是都把她开除了吗 你还找她干吗呀 谁把她开除了 是她自己不辞而别 你怎么说话的 我是你的老板 想不想干 好 那你把我也开除了吧 反正像你这么尖酸刻薄的老板 我也受够了 宁夏她招你惹你了 你至不至于对她这么赶尽杀绝的 你知道她现在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 你一点后路都不给她留 她找不到工作 她就没有经济来源 她交不起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 她差点露宿街头了你知道吗 露宿街头 她现在住哪里 我哪知道 就你这么欺负一个女人 你就不是个男人 闭嘴 她现在在哪里 我要马上见到她 你是不是就想看看她离开麦尾 在你的淫威之下生活的惨状 行 反正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一段时间 李师傅 咱前面路口右转 您看一下 我们这有很多 您看一下 我们这有很多旅游项目 您可以看一下 先生 来看看我们这个 绑澳台 桃姐 来 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正好 这有很多旅游项目 日韩海外线路出雪价 来 来 您看一下吧 来 您看一下 我们这有很多 安姨 你看一下吧 正好暑假了 你看一下吧 那我看一下 你好 她以为你有多大能耐 辞职以后就发传单 我发传单怎么了 挨着你什么事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 究竟辞职了 这跟辞职 一点关系都没 难道你对我 没有一点感情吗 放手 不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那你为什么救我 我不想说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说呀 你干吗呢 他已经离开你公司了 一魂不散的 我告诉你 别让我再见到你 我见一次打一次 这是我跟宁夏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阻拦 喂 你们都放手干什么呀 够了吧 赶紧给我走 小夏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不干带赵总来的 赵总 咱快走吧 还得赶飞机呢 快快走吧 走吧 滚 别让我再见到你啊 看什么看 走 咱们别发了 天那么热 回去吧 小夏 看一下吧 回去吧 小姐 你看一下吧 你看 我们这个旅游项目特别好 你好 你好 你看一下 来来来来 看一下啊 那个旅游线路啊 来 先生看一下 特别有优惠啊 来姐来看一下 先生 我告诉你 这份工作是你介绍的 我总不能看着他饿死吧 什么破工作 这么大人的天哪 还不中暑了 好 weapons 单巧 靓心 这么巧 公司派我出差去香港 是吗 我三点的航班 这么想 我们都同一班飞机 那方便的话帮我取登记牌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您好 您好 换登记牌 好的 您好 您好 是的 还是 您好 您好 来了 这是您的登记盘 谢谢 这是 这是您的 谢谢 好吧 好 走 您好先生 先生你看一下这个吧 您好 台湾油 看一下 价格特别合适 您好 喝点水吧 给 看什么呢 没什么 发展够快的 都一起去香港 不甘热 不甘烈 没有什么 没有 不甘烈 好 来 好 方卡 OK 先生您好 您好 帮你搬离入烧的一下 这是您的房卡 左边 谢谢 您的房卡 这边 谢谢 干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几位 一位 这边走 谢谢 一瓶威士忌谢谢 好的 秦昊就是我男朋友 所以我们还结束关系吧 不 不不不 你在骗我吗 我没有在骗你 你就是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要钱什么 好 我给你 这些是你的加班费 和补助费 服务员 服务员 没有 再来一瓶 好的请稍等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说你说呀 干嘛呢 他已经离开你公司了 一魂不散呢 这是我和宁夏之间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阻拦 你们都不走 干什么呀 够了吧 赶紧给我走 其实呢 很多人都希望被救的那个人啊 健健康康康的 不需要感谢的 你怎么知道是救人 还有感谢的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我其实是听那个 平社的人说的 您别管他 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的啊 我会救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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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桥 丹桥 怎么一个人喝酒啊 我的人生本来就是个错误 我的生活过得一团糟 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市场 别喝这么多了 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平常看起来笑呵呵的 也一样有好多烦心事 活着难道就是为了装糊涂 你一样 对不起 你明明知道我爱你 我爱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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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ì我会被散译 想喝点吗 别喝了 忘了赵丹桥吧 你已经离开他公司了 你还把洪小豆的身份给了你几人 你应该有个全新的开始 别再跟我提赵丹桥这个名字 你自己提的 我不好笑 你应该算算 我觉得你跟赵丹桥不和 八字不和 你自己算算 你跟他认识这么久 哭过多耳环了 浩子 你能明白 隐瞒自己的感情 有多痛苦 多绝望吗 当我跟他调恋爱的时候 我才真正的发现 我才发现我真的很爱他 我爱书东先生 我也爱现实中的他 我以为我可以了解他的心意 但是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迷茫 就在我这么难受的时候 他居然跟我姐在谈情是吧 忘了他吧 回到那个我认识的小夏好吗 我也想嘛 但是我根本就做不到 该怎么办呀 这么多久 好 好了 到我家要睡觉 好 红小豆 不要离开我 丹桥 我是不是红小豆 有这么重要吗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不要离开我 我 不要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别喝水 来 我背你 让你别喝 背着别喝 找醉的时候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醒啦 醒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抓住我的手 也在永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起看山 看大海 我和你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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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